人民大道中 人民大氣候 好,來到這個環節 當然有Nicole和盤點Grace 今天也再次歡迎 消費政策研究所行政總監 姚准葉Lawrence 還有很開心 有劉培生教授 就是香港科技大學的環境及可持續發展學部的副教授 大家好 我們在跟他們聊天之前 繼續盯著環境及生態局 關於交代徵費 我們是很擔心他們中招 你知道現在官員聽到中招都是害怕的 但是這次中招可能萬劫不服 因為畢竟真的在街上有很多很多的店舖是收緊一元 你不要說到五毛錢加一元是 哇!加一倍啊! 你真是沒事吧? 因為這件事十幾年前已經在收緊了 是不是? 所以也有某程度是一些 究竟金錢的誘因和阻力 你能否掌握得到呢? 是不是? 就是如果反過來想 他肯忍著不用交代 然後可以獎回錢給他的 可能那個校正就已經很不一樣了 那也是啊! 沒錯 我給你一個交代還是給你五毛錢 那我要五毛錢 我不要交代 可能就是一個這樣的做法 當然政府就不知道如何修例才可以做得到 我也覺得在具體上 雖然可以這麼說 但是修例應該是做不到的 那有時候 我們覺得這條條條很棒 但是怎樣具體可以落實呢 怎樣落地呢 都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就提回政府 還有一些很怕押眾取寵民粹的議員 那今天講到第七點了 Grace 坦白說 我們剛才講什麼方法什麼辦法 可以還是不行 五毛錢加到一元 你說不行啊 我就覺得已經很重要了 做什麼呢 教授在這裡就知道了 五個英文字幕組出來 STUDY 做一個study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你做一個一年後的檢討 或者叫中期檢討 你打算兩年後就大概要再調整了 那你就做過12個月後的檢討 你發現加完一元之後 完全沒有效果 那你就知道中一個招 還有你給自己一個下台加 是 哎呀我們真是 以為市民是可以有 計算到一元有反應 誰知道沒有 沒有辦法了 我們唯有加到兩元 你都容易交代 如果你加到一元沒有效果 你傻的 一早就告訴你一元沒有效果 就是study就是有這個 客觀讓你作為一個下台街 好看一點 算是做一個評估 哎呀所以真是請做中期檢討 今天第七個提你的點子 下個禮拜還有三個 接著就月美會和你一次過做一個 中期檢討 就是中期檢討 即是結果那個 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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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繼續說 綠色金融和氣候變化的關係 Lawrence 昨天去完會展 參加那個很大型的大灣區綠色金融論壇 那你就提到 其實深圳和香港 可以是一副雙引擎來的 問題就是這副引擎要有 有知識的人才才可以推動 那所以教授就帶出了那個主題就是 其實我們十幾年前開始訓練的了 就是你環境工程 或者綠色工程的人 要有那個商業的知識和專業 那你才能改變到那個商業世界 就是讓錢的流向去保護地球的方向 就著這一點 Lawrence 你有什麼補充呢 如果結合教授所說的 以及你昨天聽到看到的東西 其實我會看到 就是我們現在就有很多數據在這裡 但是很可惜 我們現在很多的人才 特別就是金融界的人才 未必是懂得演繹那些數據 究竟代表什麼東西 以及怎樣幫到他們去達到 一個零排放的目標 你說這件事我很震撼 金融的人才不懂得看數字 他們不懂得計數 沒理由 最精明的 解釋一下 好…沒問題 因為其實我有一個看法 就是因為氣候變化 這件事其實不是金融界的人的專業 很需要一些不同學科的知識 例如一些工程 或者是科學的知識 才可以看到那個數字 才知道那個數字背後是怎樣幫到他們 去規劃他們的未來減排的路線 就是說匯率 股市 債券的升跌 他就容易一些去解當 但是對於個別國家的碳排放的升跌 他都還要研究一下 就是要研究一下 因為是不同的 才可以理出一個所疑言出來 其實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吊詭的問題 究竟你的核心是用金融的工具 去賺多一點錢 是的 還是你以可持續發展做核心 然後利用這些金融的工具 令到例如大型建設 嗯… 減少碳排放 減少碳排放 買那些當然有人投資買賣 意思是他們會推銷這件事 就是我組裝不只是快的 我環保了 政府會說這些 核心我不管它賺多少錢 我想在商業社會 你不賺錢你沒辦法 根本沒核心 但是實際你怎樣賺錢就很重要 嗯… 例如說你能夠真的用低碳去建築的時候 你能夠吸引資金下來 是 win-win situation 雙贏局面 是不是 有什麼不好 是 所以我想 Follow… Lawrence Lawrence的題材就是 我想我上一次提到 大學真的有一個責任 是 是有軟健 嗯… 要培育一些有軟健 有vision 那些同學出來 是 還有這個學者的使命 我很久沒聽過 那這個是應該要 是啊 我覺得真的 不僅是學者在大學 我認為這是傳媒的使命 哈哈 因為我們沒理由只得低頭看 今天的新聞 是不是 今天的新聞燒完之後 那明天你不用跟嗎 是不是 這個也很重要 所以我想我們在大學裡面培訓 除了知識 坦白說今天知識 互聯網這麼豐富 這麼容易可以拿到的時候 知識在大學裡面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知識傳授 嗯… 反而最重要的是 就是你如何培育到一群有使命 有心 嗯… 有技巧 去推動一些新發展 是 那我這個課程就是 可持續及綠色金融這個課程 是 我想九月收了第一批學生 是 那我就很希望這群學生 剛才你講到 究竟是不是錢 就跟著可以投資… 那就可以叫做綠色金融呢 我是覺得不是 嗯… 我是覺得這群同學 他一定要有一個核心 就是對可持續發展的具體認識 嗯… 好掌握 嗯… 然後知道怎樣用金融的工具 對於財技 擺放在這個過程裡面 吸引投資者 促進這些可持續的建築發展 嗯… 那…那即是讀什麼的? 教授 哈哈哈哈 讀什麼呢 我很害怕 簡直來說 很難讀的 等等… 這個是Bachelors Bachelors 本科生來的 本科生 我也可以很驕傲地這麼說 是應該最少全亞洲第一個program 哦… 即是你剛才說到 我以為要研究生的了 不是 其實你是本科生 本科生 就是因為本科生有四年時間 我們可以慢慢浸淫 慢慢浸淫 也都更加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他們那個意識 那個價值觀 是 是不是可以 所謂tap in 就是融匯了進去 這個可持續發展的大方向 局概念上 那譬如有些科目來講 可否舉幾個例子 科目當然了 傳統那些 因為說金融工具 所以我們商學院 他也要認識的 他也要認識的 所以他的finance course 就是金融那些有關的課程 全部我們商學院的財務系 是 的同事是負責的 即是要計算beta 但是更加重要 例如說 現在可能是可持續投資 我現在說ESG investment 那是什麼呢 這個跟我們一般的investment 投資有什麼不同呢 他們會看到 我們學部方面 其實就是在說 可持續發展的中心 我們怎樣去 所謂groom 去培育這些年輕人 因為很多時候 說到可持續發展 大家會覺得虛無飄渺 亦都量度評估不了 當然你說那些財金的工具 是一個很實際的 就可以衡量到了 但是在你的教學經驗裡面 你怎樣真的被他掌握 可持續發展 年輕人是關心的是什麼呢 所以我們在說 我們要connecting the dots 將點連理去 讓學生看到一個大圖畫 是 所以我們很強調 例如有一世紀的 所謂要專業人才 要什麼呢 已經不是講知識 是說例如你的思維方法 我們在說 可能英文叫system thinking 系統思考 design thinking 設計思考 是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牽一花而動全身的 而且很多點要連在一起 那些點是你看不到的 我就是要幫他們看得到 是啊 那些叫blind spot 猛劍 就是你給錢蒙蔽了 你給政策蒙蔽了 或者你給你對科技的認知不夠 你也會蒙蔽了 如果你透過上課 你就會開你的眼睛 我想這樣你就能看得到 不只上課 我們更加希望 將他想的方式 帶他去實場 現場去看 就是不只是看 還要是用身體 去看 去感受 舉例我們剛才說有第一批同學 我們真的跟他去 好像跟無關 但實際背後很大的推動力 我們跟他看了一間 中央洗衣場 哦 他看了 可不可以開名的 不要開了 一間 說地點 在哪區的 某某公司的所謂中央廚房 哦 OK 你這些好像在民生 在商業上面 他有賺錢的能力 嗯 但背後牽涉到環境 就有很多的議題可以談了 哦 那麼跟我看到 原來是這樣 他們又如何 例如可以減水 減電 是 我們之前跟生產力局 探討過這個系列的 是的 因為你中央廚房可以節省能源 嗯 節省能源 還有他可以用到先進一點的冷凍技術 各樣東西 整件事情 令到食物生產過程可以更加環保 但是成本相對來說又會高一點 是 那麼你如何衡量去平衡呢 這個呢 就變成每一個商業的品牌 他自己要考慮 是 那麼我們就帶同學去看 看到實際的運作 是 我們會挑戰他 哈哈哈 你覺得有什麼可以改善呢? 是 你覺得如果有人想投資 你如何可以說服他們 對 擺在內做得好一點 對 早點問他們 早點叫他們想錢是最好的 所以剛才我們在說 就是連繫這些點 就算黃銘講的盲點 是 我們希望將它浮現出來 讓同學提到 對 那麼他們 這些就是叫點醒你 哈哈哈 我們希望做到這件事 是啊 那麼我又希望在這個課程裡面 我真的能夠幫助同學 不僅有專業的知識 對職務員工的這些 而是同時帶著一個 vision 是 帶著一個抱負 你起碼要看到 想看到有什麼 你才會找到這些點 希望 因為你有一個意識 你有一個意志 Grace 是 我很同意剛才教授說 培育的人才 他們要有這個願景 因為好像金融發展 一向都是一些比較數字 賺錢掛稅的東西 如何去說服他們 以往主要是看股票市場 對 如何去說服他們 或者是投資工具 是的 可能做發展 其實是帶來一個更長遠 或者更有效的發展模式 或者價值可以提升他們 即是社會的價值 這個真的要有一個遠景 所以要有新綠宿 那個綠字就是綠色的綠 其實這個很近身的 現在我們想和… 我在說氣候變化 2030、2050 對我們可能2050我們看不到 但我經常都挑戰一群學生 你很難說 現在人均壽命很長 不知道 他們現在大概是20歲 2050說多少 二十多年後 他幾歲? 四十多歲 四十多歲是事業的高峰期 如果他任何… 哪一個行業 壯年 他要面對這個問題 是的 是嗎? 沒錯 我覺得這件事 我們希望可以… 一方面… 可以叫做… 是 刺激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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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他們拉到這裡 原來他們是可以很近的 是的 你說到四十多歲 我看你耍耍了Lawrence Lawrence 是不是真的2050年那怎麼辦 你聽完你有什麼 跟聽眾分享一下 或者都可以點醒一下我們 其實我會看到 在2050年的時候 其實代表著 現在的青年人 其實機會是會有很多 還有他們的願景 其實是有能力 影響到很多公司 在未來的決策 首先… 或者再直接一點說 意思就是說 有很多工是跟這方面有關的 這個我補充一點 其實我們這個program 九月才收生 是 是 但是在九月之前 投行 四大 一個別走來聯絡我們 是嗎 是嗎 你每人可以做到多少人 哈哈哈哈 我們有沒有機會 已經很早 所謂 是 engage 他們 就是我們可以 固定他們 是 有些行內資 又不開名了 譬如有些會計師樓 簡直是要買一間公司回來 才會做這些 有啊 知道我那一間就知道了 不知道就自己讀書吧 哈哈 你看到他們擴張得很快 真的就那個方向去走 是啊 那Lawrence 你剛才說 那麼 起碼年輕人怎樣 年輕人多看一些 多試一些新的東西 因為其實每一天的發展 都是很大的轉變 最重要的就是 現在好像劉教授才說 是要跨學科的知識 不是純粹在書本上 就夠的 其實是要多些去體驗不同的東西 試多些 還有保持一個 是很開放的思維 是去吸收不同的東西 好像一塊海綿 吸一吸一下 你就會吸到很多的了 嗯 那因為我覺得那個 世界的變化 是不能夠脫離 生態和環境 以及氣候的變化 譬如我們在說 俄烏的衝突 怎樣牽涉能源 怎樣牽涉食物 其實背後就是 你真的會有些地方饑荒的 然後你的冬天不知怎麼過 全部都是氣候東西 嗯 然後大家 那些國家元首做的 計算 不是現在要儲定了 那些什麼 綠色金融 需要些什麼 綠色人才 其實全世界都在搶這些人 是呀 還有之前聽Lawrence說 國大投行 其實都很熱次去投資 綠色金融的 這個範疇 所以其實我覺得年輕人 就算 未必真的可以進入科 但這個這麼專門的學科 其實自己都應該主動的關心 開了學兩個面 主動的關心 這方面的發展 和可持續發展 在香港 以至大灣區 有什麼的機遇 我完全贊同 正面一點 是呀 是積極一點 是 喂 節目尾聲 一人留句話給年輕人 和氣候變快 和全國地球有關 Lawrence 先說吧 余俊葉 不要等了 立刻行蕩 是一起去努力 去解決這個 全世界很大的問題 不是地球就很快就玩完了 你有份的 好 教授呢 我想我給他一句就是 我們的未來 我們今天可以由我們創 嗯 再次我們多謝消費政策研究所的 行政總監余俊葉 還有多謝劉培生 教授 就是香港科技大學環境 及可持續發展學部的 副教授來的 多謝劉博士 多謝Lawrence 多謝你給我的機會 不要這麼說 還沒講完的 我們下個星期還是九月 繼續是環保月 那我們下星期的主題 可以開估了 就是講一下這個環境影響評估 政府都想改的 又想快的 但是也有些人心想 你做這麼快 會不會有些東西漏了 掉了呢 那我們下星期 就會到這個課題了 下星期我們會講這個課題之前 最後一節 《人民大道製作宗》 會跟大家總結一下 這個禮拜 究竟政府經歷了這個 管治危機過山車 沒錯 究竟學了些什麼呢 大家聽一下 《人民大道製作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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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大道製作宗》 。